你好 黃金價格近年節節上升 我不特別鼓勵人家投資黃金 我除了朋友送的黃金外 沒有持有黃金 但我承認 黃金是我抗衡通脹 和穩定組合的波動性 由於黃金周期非常長 可以十年在低水平波動 也可以用十年踏上牛市之路 今年黃金屢創新高 源於地緣政治極度緊張 更關乎軍事大國俄羅斯 與歐美對壢 兩大陣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合武 約任何一方錯股形勢 後果不堪想像 另外 美元體系令人失去送心 美國不斷發債去融資龐大的開支 甚至乎用自己的影響力 去凍結別國儲回來的美元 這件事 和金融界譽為無風險的資產 存在明顯的矛盾 我們確實太依賴美元 但美元明顯不安全和不可靠 因此 投資者便買入更多黃金 作為儲備 分散集中持有美元的風險 謝謝您 新間接近 從高級融資格 推析 您拋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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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